新鮮的牛肉跟裸勒液放进碗里 再倒进热腾腾的鲜甜汤头 就是一碗附有不同层次口感的 裸勒牛肉汤 或者将裸勒打成酱 沾在面包上面吃 也别有一番风味 香蒜酱料比起来 口感是真的很不一样 然后也不会太重口味 然后有点养生的感觉 东万丹是裸勒的故乡 也是全台湾最适合 种植裸勒的地方 裸勒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底下栽种 屏东独有的气候条件 成了最佳的栽种地点 业者开发出专属屏东的裸勒品种 更招兵买马要招募屏东裸勒队 要找寻30公顷的合作器座户 满足海外对裸勒的需求 我们想要找到的是有心的人士 就是说第一个他愿意 花时间来实习 学习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愿意配合我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 初期都是两个月的密集训练 那完了之后就开始种了嘛 从零开始学习种罗勒 许多民众来报名征选 回到家乡转换跑道 业者更强调只要能符合三好义务 包括好品质 好安全与好认真 更有机会挑战百万年薪 在农作的这方面 其实真的要有比军中有更大的毅力 那耗费的时间也会更高 开始的话就是在体力上 可能就是还要再锻炼一下 以前是都是脑力活 现在是体力活 在地农产组成外销联盟 要将屏东罗勒的好品质 让更多人有机会品尝 明镜新闻洪明山屏东报导 明镜新闻